你知道吗 日本两千多年的历史 只有一个朝代 而这个朝代叫做 菊花王朝 菊花王朝能这么持久 首先是因为 天皇在日本具有宗教育 天皇是天中大神的后代 神森称 神反对 我反对 既然天皇是神 那么百姓过得再苦啊 也不敢反对啊 其次 日本天皇非常善于 躺平 事实上 天皇统治权多次的全身架空 但除了大话 明智 这种很有报复的天皇外 大多数天皇都决定 安安静静地 当一个吉祥物 全城也就没有必要废他了 最后日本是个脑国 基本上没有被外族侵略过 好不容易有个大猿 神就会过那些小日子 这两次都遇上该死的神 这大风飞的就连补